今天就介绍开箱4枝新道的笔 这一枝是大鹏湾 这个是石楼木 是意大利的石楼木 它那个石楼之前也介绍过 它是比较的形状 是好像树根 那什么是石楼木 就是烟斗的那些 所以是内高温 它那个text也比较特别的 大鹏湾它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够长 当你写字用这个书法尖高低写的时候 它可以高一点 可以写大一点的字 那也是可以拼长 尤其是可以玩吊笔的时候 那你可以写 那比较很多 就是喜欢玩中文书法家的朋友 都很喜欢的 这个字 那这一枝是特条烧法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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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枝是拿鲁湾 好像国马南 煙斗那样 但是它呢 这个夹就是很特别 有个弧形在这里 花里木 花里木 一向都很出名 它这个7很漂亮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枝都是特条 特条烧法太尖 就有3952玉山的标记 那也是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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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手感是非常之好 木纹都很漂亮 整体过来 它扭起来 都是一件过的作品 非常之美 而第三枝呢 也是拿鲁湾的 这一枝都是石楼木 即是 我叫煙斗木 那它这一枝呢 那这一枝呢 的不尖也是 玉山标记的特条烧法太尖 那特条烧法太尖呢 比普通的太尖更加大 更加好写 那它的纹理都很漂亮 你看到有些 橫纹 而也有一些 一粒粒的 石楼 那就好看很多 而第四枝呢 就是红木了 红木呢 它这个也是整体一枝过 但是这枝呢 就不是特条烧法太尖 所以便宜一点 特条会是贵一点 当然 一部到位好写很多 那这枝都是一个 两千多元入手的一枝好笔 好啦 多谢观看